我们先鼎礼根本上师 圣尊连身活佛 鼎礼历代祖师 各位上师 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是导读这本书 连身活佛讲地藏经 我们今天是导读第一集 第一册 那第一册的内容正好是一品 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第一品 名称是高力天宫神通品第一 这是师尊在下读 开示过的一部经 那地藏经的源起是因为佛陀从前 他上升到天上界 到地天 为他的母亲摩耶夫人说法 在那个时候开演了这一部地藏经 因为经文就是说我们今天这第一品的经文蛮短的 我就跟大家简单的白话叙述一下 重点的叙述一下 就很久很久以前 当时佛陀他上升到道立天宫 在那个时候佛陀为他的母亲说法 同时有十方世界无量无量十余多佛陀们都一起来聚会 那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很赞叹佛陀能够在苏婆世界 在那么污浊的五浊乐世里面可以传授佛法教化众生 那非常的稀有难得都在赞扬佛陀 那佛陀当时呢是微笑着 微笑着 微笑着同时呢 他的身体放出了百千万亿的大光明云 就放出了很多很多的光明的云 那些云呢各有各的特性 有大圆满的特性 大慈悲 大智慧 大剥叶 大吉祥 很多很多很多的特性 放了这些光明云之外呢 佛陀他还发出很多的微妙的声音 这些声音也是有很多特性 有不失的声音 识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剥叶 还有云连音 还有狮子吼音 很多很多的音 这些声音 这些光明云 号召了 号召了苏婆世界 还有其他国土的无量无数的鬼神 来到高丽天宫 那这边经书有提到 这边提到呢 四天王天 刀利天 虚焰魔天 兜率陀天 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欲戒六天 在欲戒天之上有色戒天 就是像这边经书人所提到的 犯仲天 犯母天 等等等等 从欲戒六天 到色戒天 到最后的无色戒天 这三戒的诸天 都有天人 无量的天人 鬼神 一起聚会到 道立天宫 听佛陀说法 那不止如此 经文还特别叙述到了 这些三界天神之外呢 还有苏婆世界 以及其他国土的 像江神 海神 山神 树神 草木神 等等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的神 和鬼众和鬼王众 都一起来听吧 佛陀他在这么大的聚会当中 一开始是佛菩萨的聚会 然后之后他放光明云 然后出微妙声音 号召的无量无尽的 欲戒色戒无色戒的诸天神 还有苏婆世界的地居的许多的鬼神 一起来 是为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佛陀是公开的表扬一位菩萨 就是我们所所知的大愿地藏王菩萨 那佛陀的赞扬是非常有他的内涵的 底下我们再说 在当时呢 佛陀号召了那么那么多的鬼神众 天神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佛陀就问我们的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 就是我们秘教的三乎主之一 智慧的文殊菩萨 佛陀问文殊菩萨 你看你看目前的这个大会当中 这些这些佛菩萨 这些天神鬼神那么多的那么多的参与者 你知道数目吗 当时文殊斯利菩萨回答佛陀说 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 就是说文殊菩萨以他的神通力来推测 来计算与会大众的数目 他说以千劫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光去算 都无法知道今天有多少多少的 怎么讲天神和佛菩萨来这边听法 佛陀跟大家讲这些这些全都是地藏菩萨 久远皆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 大家想想看在一个很大的圣会当中 无量无尽的佛菩萨天神天龙八卜等等等等 都在聚会这些无量无尽的全都是地藏菩萨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光到现在 他所要度的 他应该要度的 他还没有要度的 已经成就了 还没有成就的 那应当会成就的 这些全都是全都是在这个地方 可见地藏菩萨他的一个很大的情愿 在那个时候佛陀就讲得很清楚了 那这个时候呢 文殊菩萨就告诉佛陀说 佛陀我就他自己本身了 我已经呢久修善根 他本身没有贪没有撑没有吃正五碍至 就是说文殊菩萨文殊设立菩萨他本身的正量极高极高 非常的高 听到佛所说的就会立刻的相信了 但是但是 菩萨文殊菩萨说呢 小果身闻 就是小圣果味的身闻众 还有天龙八卜 以及未来世 像我们哦 未来世的众生们 虽然听到佛陀这么讲 我们都知道佛陀所说的话 一定是真实的 是诚实的 但是众生听到这些话 难免会疑惑 因为与会大众有那么多无量无尽的 是 但菩萨他所要度化的吗 已经度化的吗 他们会产生一个疑惑的 那这个时候呢 因此文殊菩萨就祈祈佛陀 愿就是说祈愿佛陀呢 能够广说地藏菩萨在阴地做何行立可愿 而能成就不思一事 文殊菩萨 提醒佛陀为大家说地藏菩萨在阴地 阴地就是说 在他没有成就果位之前 没有成就果位之前 这位菩萨他以前是做了什么事情 他发了什么愿 才会导致今天有那么多那么多 无量无尽的佛菩萨和天龙鬼神 都与他有结得很深很深的法缘 而且是他所去度化的 那这个时候佛陀他告诉文殊势利菩萨 这就比较复杂了 大家用心算算一下 佛陀先告诉文殊势利菩萨 地藏菩萨他所度的这个时光有多长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经文 这个蛮要去想一下的 佛陀举例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 何谓大千世界 我们在修法的时候 都会念公养祭 公养战 虚明四周并日月 这个虚明四周并日月 就是一个世界 一个日月他所成成 形成的一个世界 称为一个世界 一千个这样子的世界 称为小千世界 那以这为单位 就是说一个小千世界 作为一个单位 再变一千个集合在一起 称为中千世界 然后再以中千世界 为一个单位 有一千个称为大千世界 我想想看 大千世界不得了的 那 从虚明四周并日月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世界了 然后演变成 他的一千倍 在在之上 再一千倍 又再一千倍 大家想想看 有多么大的一个世界 多么大的宇宙啊 佛陀说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草木丛林 道马竹尾 三十围城 以物以树 作业恒 换句话说 在这个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里面 任何个东西 即使小制为成 小到跟灰尘压那么小 把它当成是一结 当然是一个恒河 又说 举例好了 像这个盖子 一个东西 把它先当成是一个恒河 OK 所以说你想想看 三千大千世界 那么多东西 那么多灰尘 每个灰尘 都是一个恒河 看有多少恒河 佛陀再继续说 这些恒河的恒沙 恒河是一条 已经是无量无尽了 它的沙子 更不用讲了 更是百千万亿倍了 这些沙子呢 这些沙子 佛陀再做个比喻 因为这个比喻比较深 从空间 因为佛陀是要说 地上菩萨 多长时间来度众生 是一个时间 一个长度的概念 但是佛陀的比喻呢 是从空间 变成时间 又变空又变时间 它一直在变幻当中 那我们再讲回来 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东西 我们先想一下 都变成一条恒河 那每条恒河都有沙子 沙子是无量无尽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 一个沙子 你就想成是一个世界 就是说虚迷四周并日月 一个世界 你要想象咯 一个沙子 是一个虚迷四周并日月的世界 这个时候呢 这个世界里面呢 一个灰尘等于一节 就是说一个空 就是空间 现在又变时间了 一个灰尘当作是一节 一节之内 这个时间咯 一节之内呢 它所累积的灰尘 这些灰尘呢 全部转变成为结 本来是一个结 一个结 一个成是一个结嘛 然后你再给它想成是说 这个结里面 它所充满的 就是它这个时光里面 就在时光里面 这个无限广大的灰尘当中 这个结里面 这个世界它所累积的 无量无性的灰尘 这些灰尘呢 全部当成是一节 你想想看 佛陀说呢 地藏菩萨 正实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欲 换句话说 从地藏菩萨 它成就了实地果位以来 一直到现在 它所经历的时光 是多么遥远和漫长 大家可以想象出来吗 很漫长的时光 为什么会如此呢 为什么它成就实地菩萨以来 一直到现在 那么长远的时光 还没有成佛呢 为什么会如此 因为这位菩萨 是一个很伟大的菩萨 他是有发过誓愿的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这很伟大的誓愿 这个佛陀 它是先跟大家讲 地藏菩萨 从他成就实地以来 到现在 他所历经的 历经的 度化众生的时光 是有多么的漫长 再接着说 佛陀 就是要直接回答 文书的问题了 因地做何行 行何愿呢 首先他是 提到 在很久以前 在那个时候 地藏菩萨 他转世 成为一个大张哲子 那这个 地藏菩萨 大张哲子 当时有佛注释 称为 狮子奋训 具足万行如来 这尊佛 他的 他的脸容 他的身体 非常的庄严 和圆满 地藏菩萨看到 这尊佛 就是 问佛了 你 你 做何行愿 就是你 立了什么愿 又实践了什么愿 而得到 那么圆满的身相 当时的 诗子 奋训 具足万行如来 回答 张哲子 欲证此身 当需久远度脱一切 受苦众生 你要证到我末前的 这个身体的圆满相 那么呢 就必须要久远 很长远的去度化 让众生 受苦众生 可以脱离 三界的轮回 这个是佛陀 他所告诉 文术菩萨的 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 第一个 怎么讲 第一个事例 就是说 迪当菩萨 他因定 立和愿 行和愿 那在这个时候呢 再接着 佛陀再讲 第二个事例 等一下 这个时候 迪当菩萨 他听到了佛陀 就狮子奋训 具足万行如来 如此回答 他就发愿了 我今 近未来祭 不可继绝 为是最苦 又到众生 广设方便 禁令解脱 而我自身 方程佛道 很伟大一个发愿 他因为听到的佛陀 跟他这样讲 他就发愿了 我从现在起 近未来祭 不可继绝 从现在起 到未来 无法去算有多长远的结束 为是最苦 六道众生 为了这些 最热的 苦难的 六道的众生 我要用种种的方法 让他们全都解脱 解脱就是说 脱离了三界的束缚 轮回 那这个时候 我 而我自身 方程佛道 我才成就佛果 那这是他 这是第一个例子 那接下来 佛罗继续讲 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地藏菩萨是转世 成为一个 婆罗门女 那在那个 在那个时代 有一尊佛 一尊佛已经圆起了 它是绝华定自在王如来 已经圆起了 但是相法注释 就是说 在当时 虽然这尊佛已经圆起 不过呢 在寺庙里面 有供奉 她的今生 也有她的佛像 给大家供奉 那在 那婆罗门女的母亲呢 是有邪见的 会亲世三宝 有亲世佛 亲世法 亲世生 那因为 她的母亲 过世了 然后 地藏菩萨 她就想到 她就想到 我的母亲 她是有邪见的 是会 常常亲世三宝的 她是不信因果的 就很害怕 她母亲会 墮落 在无间地狱 因此 地藏菩萨 就去 卖掉房子 然后 对 然后去 绝华 并在亡如来的 很多的塔 佛塔 佛寺 做广大供养 那就开演了 一段 地藏菩萨 如何救母亲的历程 最后呢 在这一瓶的后面 就有提到 当时 因为她母亲已经被救了嘛 就离开了 地狱往生天上界了 那 她因此呢 就在 绝华 定自在亡如来的塔像之前 她立宏寺院就发誓了 发什么誓呢 愿我 尽未来劫 因有罪苦 众生 广色方便 使令 解脱 因为 菩萨她是一位孝女 当她成功的把母亲救出地狱之后 她就在 如来的向前 然后发愿 愿我尽未来劫 就是说 我 我发愿 未来的 未来的时光当中 为了 罪恶的 苦难的众生 要广色方便 用种种方法使令解脱 让她们能够脱离 三界的痛苦 轮回 这是第一品所提到的 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 讲一下 因为 佛陀 从佛陀在那么大的聚会当中 而且还号召了 欲界 色既无色界 种种种种的鬼神 一起来听法 然后来当众表扬地藏菩萨 就知道佛陀对地藏菩萨是非常的看重的 因此在这本经的最后没有提到的句话 佛陀说 现在未来天人众 无今殷勤 富足辱 以大神通方便度 不令度在诸恶去 佛陀他当场就 富足了地藏菩萨 现在 未来 所有的天 所有的人 那么呢 多富足你 以大神通 方便 有种种方法 来度化他们 不要让他们 堕落在恶道里面 当时的地藏菩萨 我就很感动这一段了 就跪下来 他是跪下来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愿太大了 这个责任太大了 因为是人天众 那是无量无尽的 但地藏菩萨他没有任何推托 他就跪下了 然后跟佛陀说 唯愿世尊 不以为虑 未来世中 若有穿男子善女人 于佛法中 一年恭敬 我亦百千方便度托世人 于生死中 速得解脱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愿 而且 看得出来 地藏菩萨对佛陀的父主 完全是信受奉行 这个信受奉行 真的是很不简单 这个责任 不是一天可以做完 不是一个礼拜 也不是一个月 也不是一年 也不是十年 也不是一百年 是长远劫来 我刚刚所提到的 无量无尽的灰尘 然后再给他换算成结束 那无量无尽的时光 地藏菩萨因此 一直在度化众生 到目前 他还没有成佛 没有佛的名称 因此呢 是一个很伟大的一尊菩萨 那我们再翻到 师尊所开示的这本书 我们看到第三页 因为《地藏经》这本经典里面 提到很多地狱的现象 那它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做坏事情嘛 自然是要受果报 受恶报 严重的恶事 就是要下地狱受苦难 这是天经地狱的事情 如何去避免呢 如何去避免呢 如何能够超越地狱呢 超越三个道呢 事实上地藏菩萨的名号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导的 地藏两个字 你看大家看到书上所写的 地藏两个字讲起来 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 那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地 这个地 师尊提到这个地呢 有一些的特性在里面 有一些的特性在里面 师尊提到这个地 首先我讲的是忍辱 忍辱 先讲物质的情形 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是一个珍宝 你所喜欢的东西 你会给它装饰在身上 自己很欢喜 那如果说是很脏的 你所厌恶的 你可以把它丢掉 那以前古代是丢地上 那目前不一样 我们有垃圾的垃圾桶 所以会运到掩埋场掩埋 一样是在地里面 那这样子 这个地就是它特性的 它可以忍受 它可以忍受污秽的东西 这是物质的现象 我们再转过来 想到这个人 人就比较困难了 因为人 地 它可以忍入 它可以忍受很肮脏的东西 放在身上 但人可以吗 人很困难很困难 因为人本身有所谓的我执 我执 我执 因为我们是有灵性的 我们有感受 很多的事情 很多人对我们讲不好的话 或是欺负我们 自然会生气 自然会愤怒 自然会 如果说你比较有负面的情绪 你会想去报复别人 这个是难免的 可是 可是 如果 如果这个世界 只有这一世 只有这个地方 那么你所做的 当然是合情合理 可是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世界是 佛 菩萨 声闻 圆觉 天 人 阿修罗 第一个鬼畜生 有六道轮回的 而且不止如此 有前世 有今世 有后世 你所看到的 只是 你目前所见到的一个很狭隘的物质世界 你不知道 浩浩蓝天 广大的法界 你完全不知道 你也无从去了解 有三世英国 以三世英国来看的话 你很多情绪 属于负面的 你就必须要转化掉了 为什么需要转化掉呢 因为 你如果 延续你的负面的思想和情绪的话呢 你很容易转世 是 入三个道 变成地狱 破鬼畜生 所以说 忍入 忍入 我们佛教徒 都知道 菩萨行 他必须要学六度 不失 持戒 忍入 精进 禅定佛业 不失 持戒 忍入 讲这第三个忍入 忍入 刚提到了 你如果不忍入的话呢 你很容易会一下三恶道 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相信有三世英国 我们相信有佛 菩萨 相信有地狱 恶鬼畜生 所以既然如此 就要警惕自己 要忍入 为什么要忍入 因为你如果生气的话 生气的时候 这个怒火 焚烧 功德灵 我们的心 就是说 这个世界是物以类聚的 你的心 越是开阔 越是祥和 越是清静 你越是往生 天上借去 你如果说是狭隘的 是愤怒的 是很大的一种 一种欲望的 那么呢 就是物以类聚 往地下堕落 所以当 当你 当你受到 压迫的时候 受到别人 不好的 对待的时候 你生 你会产生一种 愤怒的情绪 这是属于 负面的思想 就是负面 就是说 让你的心 与 慈悲 与喜舍 与广大 完全是相反的 这样子相反的思想 它是一种很狭隘的思想 狭隘的一种理念 你会堕落 会堕落的 所以这个时候 需要去学忍辱 那忍辱的方法 有很多种 有很多种 很多很多 真功法无孙所说的 无我像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都是很好的方法 我讲的比较平实的 平实一点的 设身 处地 为他人想 大家想想 有人 对你 比较 口气重 或者说 对你不善待 不会对你 比较 不会对你好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是 因为彼此间 立场不一样 立场不一样 他的思维方法不一样 或是说 利益不一样 总而言之 做对你不好的人 他所做的事情 有他的道理的 为什么他对你不好 一般而言 有他自己的思维 可以 这时候你可以 将心 比心想想 为什么他对我不好 你可以想想 是不是自己 也是如此的对待他 就说你从来没有 忏待过他 因此他 今天这样子对你 将心比心 是一个方法 让你可以了解 对方的处境 然后可以 可以呢 把自己的心 融化掉 他这样做 是有道理的 再一点 比较更进一步 我是觉得 这个还不够 还不够 因为很多的时候 每个人 他的能力不一样 能力啊 他的思考也不一样 所以将心比心的同时 你要再想一下 如果 我 我只是有他的体力 如果 我 只是有他的 一种思考能力 那我 那我 讲出这样子重的话 是不是 很自然的事情 想一想 那这样子的思维方法 自然喔 对于你所关怀的人 你所爱护的人 很容易生起来 很容易生起 因为你会想去 让他们不要受到 苦难 受到灾难 可是 对于你所 你所厌恶的 或是你所不喜欢的 这种心 你很难生起 很难生起 但是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说 你需要生起 为什么 因为心要打开 你心不打开的话呢 那 无法上升 无法上升 无法上升到很高的境界区 我们是佛教徒 所以我们 确信有福福他的果位 那你要学佛 要成就很殊胜的果位 你必须要把自己的心打开 古人说 宰相度里可称传 宰相 宰相 大家都知道 宰相是一个国家 要去谋划很多事情的人 这样的人呢 他必须要雅量去包容 包容 有才能的 那这才能 他或许意见是不同的 不过他需要去包容 因为对方都要长处 一样的道理 宰相度里可称传 他可以成就 一国的 新生的大业 那我们今天要成就佛国 你必须要去把心打开 让这个心呢 越来越 越来越像大地 你可以忍入 是说像天空一样 完全是不受污染 广大无边 这样子 你才可以广深 到很高很高的层次去 因此 因此 这个忍入 忍入 非常的重要 虽然是很难 但是要去思维 思维很多佛法的智慧 师尊在书上写过很多 很多很高境界的理念 也有一般平时的 要去思维它 提到佛性 提到无我 提到自他互犯法 提到要有很好的品格 这都是很好的教导 所以大家去思维 去实践它 那再过来呢 大地还有个特性 是不动 不动 不动这两个字 是佛教的一个名词 我们都知道 在佛萨的实地当中 第八地是不动地 不动 思维在书上有开示到 是精进的意思 精进 为什么不动是精进呢 你的心如果是清静的 完全是 完全是 对于修行的理念 是坚固的 很坚定的 我们讲以前古人说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威武不能屈 就是说一个品格操守很好的人 他会具备这三项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威武不能屈 那个心是很定的 那修行也是如此的 你的心可以不动 对什么不动呢 三毒 贪 撑 吃 这三毒来污染你 但是你的心完全是守在 固守在佛法的理念上 你可以不动 那么这样子 你就配合了忍辱 你就很容易超越生死的大海了 你就不可能会去地狱道的 不可能的事情了 那忍辱 还有 不动 就精进 是斯文所开示的 外地的要点 那地的特性是有很多 简单讲这两项 因为我们今天的导读 不只是说跟大家讲一些知识 主要是说能够提醒大家 可以去实践佛法 佛法 单单是听闻 那真的是用处太少太少 需要去实践它 所以你看地藏菩萨 他承受了佛陀的 父主 不只是承受 他去实践它 怎么做呢 哇那不得了了 刚才所讲到的 无穷无尽的时光下来 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不是一天 不是十年 也不是一百年 是无量无量的节 一直在做的 是一种实践的功夫 那今天呢 简单讲这些 需求大家 留很大的法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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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